拿下了全胜的战机名列分组冠军 台湾队出色的表现也成为当地球迷追逐的焦点 台湾女排队神情愉悦地离开呆呆木竞技场 在日本东京的分组玉赛 台湾以黑马的姿态连续击败了日本、韩国、波兰等世界排名前十的队伍 缔造了不败神话 也成为日本球迷们追逐的焦点 而玉赛最后一战 他们对上了哥斯大离家 女将们各个表现出色无懈可击 中场是以直落三拿下了五连胜 愿意全胜的战机名列分组冠军 挺进到十六强 我们为国家为我们自己为中山创造奇迹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会继续勇敢地走出去 加油 尽管击败地主国日本 但是当地的球迷都被台湾女将的奋战精神给吸引 就连车空到体育馆外购买纪念品 也被大批的球迷包围 争想索取签名和合照 总教练林光宏也不例外 台湾女排在日本东京的预赛 一战成名后 将移世到民国屋准备 8号开始的十六强赴赛 台湾台北 高高高 台湾